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歡迎各位來到總統府 我要感謝創辦人跟董事長 每一年都舉辦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今年共有 20 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得主 克服了生命的難關 化不可能為可能 創造了很多精彩的成果 有許多為得主克服身體的限制 創造了輝煌的藝術成就 非常令人敬佩 我們來自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先生 是鋼琴家 來自印尼的攝影家巴達威女士 他的攝影作品曾經在印尼國家美術館展出 我們還有來自波蘭的肯傑爾斯基先生 是台華洋裕的藝術家 還有口繪自傳的口竹畫家高速專女士 又再度見到你了 還有榮獲國家工藝獎的石雕工藝家 盧志松先生 這些得獎人都是展現決心 克服身體障礙的例子 日本鋼琴家小柳拓仁先生 以自身經驗創辦 日本自閉症音樂家協會 培養出許多優秀的音樂家 來自中國的李曉光先生 用單一手指寫程式 獲得200多項專利 非常不簡單 我們有周哲漢先生不受限於自身的障礙 多次獲得臺灣全國身心障礙游泳比賽的第一名 另外 被稱為總統主廚大人的陳國信先生 在孤兒院長大的過程很辛苦 但是他力爭上而成為廚藝大人 也在國宴中服務過很多位的總統跟友邦元首 非常優秀 也有很多得主用積極的倡議行動鼓舞了更多需要幫助的朋友 有帶動了很多重要的改變 來自秘魯的董薩萊斯女士 在街頭協助很多無家可歸的孩子 幫助3萬多名南美的兒童 戒讀成功 讓很多孩子的人生有新的開始 奈吉利亞的《奧拉米勒網紅小畫家》只是11歲 作品已經是驚艷全球 更重要的是 她把作品換成食物 整個村落的孩童一起分享 大家都叫她小小羅賓漢 我的族人臺灣族長胡英勇先生 對部落的文化跟官網做了很多重要的努力 也非常積極地促進圓漢之間的相互理解 還有我們的賴永和先生 為了讓母親呼吸分多精 持續地種下7公頃的樹木 在孝順的同時也完成了環保和綠化的目標 還有很多其他的得主 各自有不同領域的貢獻 透過這個獎項的頒發 可以把在世界上各個角落 非常有力量的生命的故事傳遞出去 相信也可以點燃更多人生命中的熱情 世界上每天都有新的考驗在發生 我們感謝所有的得主 讓我們知道面對生命的難題 我們都可以擁有無窮的潛力跟可能性 謝謝大家 謝謝